记者廖雪如新竹报道 哪个单位的电箱 新竹县竹北市县正九路汉林桥下 藏着一个秀实的配电箱 电信外露在西畔布道上 民众担心恐有漏电之余 经询问 县府和竹北市公所都相关局处 无人认领 最后豆子普西管理单位 公务处水利科允诺 会紧速派员修复 以维护安全 县议员陈凯荣表示 汉林桥下 这支约冰箱大小的配电箱 青岛的七颗锈石 配电盘外露横躺豆子 普西部道上 不知是否人通电使用中 万一吸水暴涨 恐有漏电危险 应有关情人安全 他同时通报县府与公所 希望全责单位尽快妥善处理 竹北市民代表曲域轮也接获民众陈琴 他表示 配电箱可能是如林桥桥体灯室或是豆子普西的探照灯电源 若光环境义无延续 应该拆除以免影响市容及危害市民安全 公务处水利科表示 经询问县府和竹北市公所相关局处 都回应配电箱非其所设置 不过配电箱设在豆子普西盘 该科将先行派员检视后修复 再持续追踪来源